永年庭是每年加價的 現在你已經是很有位置 很多人說沒得走 沒得走是因為我們在香港 其實 譬如你們當天買的那些8萬8的位置 現在永年庭已經在賣15、16萬 你不要多說 我買14萬 那你就一定賣到 是不是 好了 永年庭也很漂亮 那為什麼我這麼對這個鵪位 這麼低呢 第一我不覺得賺死人的錢有什麼問題 而且我 我認為可以不賺死人的錢 你當天8萬8買了 好 現在永年庭買了15、16萬 你再賣8萬8的那些用家 那你就肚子有功德 都可以的 是吧 而我覺得實在太難離譜了 香港的骨灰鵪的問題 如果大家聽過 在網上的詳細數字 香港從50、60年代 你死了這麼多人 你計算的那條死數而已 那些人有些落土壯 有些去外國死 那些人 原來有百幾二百萬 可能是放在骨灰鵪裡面 原來是九成是不合格的 政府說要取締的 那就是那些人 將要捧回骨灰鵪出來 那這個需求是怎樣 好了 現在政府不能動 就是因為 如果真的要動 真的要取締進去 一發牌 真正一發牌 一剪 就要面對 那不發牌的那些是怎樣的 最不強的那些是誰的 是發牌的那些 你不發牌的那些 你不搞他們 我拿牌給牌費給你監管 我還想整個世界 你就要搞那些不發牌的 不和發牌 發牌有個條件的 那些不和發牌的 為什麼不和發牌 就是因為滿足不了那條件 就算你滿足到其他建築條例 交通條例 環保條例 你滿足到 那個土地條例 原來是霸回來的 是工地來的 或者政府給你補地價 他想補 他說我只賣600個位 我補600個位 那之前那些要不要補 我買了就不關我的事 買了那些 會不會跟你無緣無故補地價 補了一個地價 60萬40萬18萬 他不會的 也未必有錢補 是解決不了的 所以先人問題也解決不了 而我是不知道 其實我是不知道為何解決不了的 因為 如果真的要整個超級城 不應該這樣 就在沙嶺這裏可能會有些麻煩 但是那些區分 那些舊區 其實 譬如說 我不要說邊區 免得那些市民 就是什麼 在單邊區域 什麼叫單邊呢 就是一頭 不是說樞樓那些位 說真的 甚至好像當年特朗普 特朗普說的 喂他也有 他也沒有爭吵 是吧 即是 你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對我來說 或者對你來說 也有一個好處 大家就可以去 放上大盤灣 大盤灣土壯 不是啊 火壯都成百萬 可以找我們永永廷 真的好想命的 真的好想命的 有 有 我問我老婆 原來我還有很多貨 我比你少 我比你少 所以我一定不能夠在 你比我少 我真的好多 那你也好多錢 那些人 真的不要說錢 你少很多 我足夠去馬拉買一間別墅 如果不買 套餌就好 我可能 我怎樣都在這裡搞定 所以各位網友放心 我一定在這裡搞定 在首尾我才會 丟你遠走馬六甲 OK 丟你 mm 我 你 你 我 你 我